腾镜官宣2024赛季规划,MSI最重磅改革来了,我们逐个看看,S赛席位重新分配,四大赛区各拥有三个基础席位,PCS和越南各两个,拉美和巴西各一个。 MSI冠军史上首次直通世界赛,不占用赛区S赛名额,但该战队下季赛必须进入所在赛区的季后赛,LEC赛制则要求进入赛季最终阶段。 成绩第二号的赛区将额外获得一个S赛名额,MSI终于摆脱了鸡肋的尴尬处境,它将在5月1号至19号在成都举办,S14入围赛和瑞士轮将在德国柏林拳头电竞游戏馆举行,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在巴黎阿迪达斯体育馆举行。 决赛举办地是英国伦敦ALL2体育馆,总赛成为9月25号到11月2号,同时官宣各大赛区春季赛开赛日期,LPL是22号,并且拳头将开启名人堂评选,召集各赛区电子竞技行业资深人士和专家组成独立投票小组,投票选出第一位入选者。 拳头每年都会为名人堂选手举办线上线下庆祝活动。 第一个入选者肯定是菲老师,今年的电竞赛事有可能包括沙特电竞世界杯,奖金千万美元级别。 感谢观看,下期再见。